大家好,我是小老妹,我现在在唐山市的市里 今天来这个唐山大地震纪念遗址参观一下 我身后呢,这就是纪念遗址的一面墙 那里呢,还有一个纪念墙 这个纪念遗址呢,是2008年兴建开放的 现在呢,是周一闭馆 周二至周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是开馆的 来进去参观一下 这边呢,有一块纪念石碑,上面写着永远的记忆 石碑的正面啊,上面刻着石钟啊 石钟的指针啊,就是当年唐山大地震发生的时间啊 1976年的7月28日凌晨的3点42分53秒 这个纪念墙啊,从东往西啊,一共是12块纪念墙啊 上面呢,就记载着当时啊,唐山大地震中啊 遇难的24万人的名字啊 纪念墙的前面还摆放着花树 这个墙呢,不是单面有名字啊 正面和反面都有名字啊 这里呢,就重现了当时发生唐山大地震时候的坛状啊 看,房屋全部倒塌 然后这人啊,压在里面啊 太惨了 看这个母亲还护着小孩儿 怎么会儿呢 很心情 是 好 很心情 我 来这看看圈子太难说了 还有压在十万下的腿 这里有四五个人 铁骨牙都已经断裂了 地面变形 铁骨也断裂了 太坦了 现在到了唐山地站精疆馆了 来来看看里边 就好几个人举起这个东西来 好几个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